就是美國洛杉磯姐妹是要邀請您去參訪 請問你計畫何時去參訪 聽到外交關鍵字 一向關注新北市政的侯市長 特別轉過身來搶答 我們城市外交都一直在進行當中 所以各國的城市外交 新北市就算碰上疫情艱困的時候 我們都會走出去 強調會帶領新北走向國際 這選總統的必修客侯友宜穩健作答 傳出有親侯人士指出 若以滿分十分來看 侯市長的避選程度已經拿下8分 就是不想讓對手郭台銘搶走 剩下的那2分 面對所有的挑戰 我們都有信心大家團結在一起 不會任何外面的風雨 只有靈體更多的力量 才能夠讓我們國家社會更安定 隨著黨內徵召時間逼近 侯友宜動作越來越大 不過4月25號26號即將迎來 新北市政報告 萬一侯市長被徵召 是否落跑備陣還是會請假 待職參選 民眾所關心的大小事要把它做好以外 尤其203年的宴景 不管是在脫幼 脫老 軌道建設 土地的整體開發 我們都會要按照我們既定的步驟 把事情做好 侯友宜市長如果真的有機會出現的話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出最妥善的人事安排以及規劃 黨內立共就是要讓侯市長拼出現 不過徵召辦法遲遲沒個鋪也讓基層好憂心 是要趕快確認徵召的對象 潛在對象 到底有誰 職信還是量化 或是質量並進 我相信只要你公告出來 大家都可以給予尊重 基層焦慮 道士侯市長老神在在 拼市政之餘 還得力拼2024P 藍袍出征 進行網民方伯峰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